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練腿日 然後在練腿之前呢 我們會先用滾筒 那做筋膜的放鬆 那基本上是熱身前 那我會先做一些簡單的筋膜的淺層的放鬆 然後伸展 然後等一下會做一些動態熱身 那接著才是我們的訓練 那影片開始之前 請先幫我訂閱拍小鈴鐺 那喜歡這一集你們也會喜歡 認真 可以啊 那個臨時加入的戰友是嗎 哈哈 通常訓練啊 就是 呃 其實是沒有準備好的 那個所謂的準備好 都是沒有準備好 所以我們就是 訓練啊 就是 不管怎麼樣 都是 來了就上吧 學生 再要練 往前上 上 上瓜 好可愛 然後 蛤 蛤 蛤 好喔 那可能他的心臟也要夠強 呵呵呵 今天那個 颱風天怎麼有那麼多人 對不對 蛤 你看看 你 好 Blend 你 說 剪紙的時候吃麥當勞 又一個剪紙吃麥當勞 剩了天賦 天賦異比 有資質 果然適合練健身 中午的時候 沒什麼 這個時候是我們 最好的訓練時間 因為不會被打擾 雖然說器材其實也不用擔心說 沒有辦法使用 因為我們都是很有禮貌的去詢問對方 球球回來了 球球 謝謝 球球回來了 我的 這個 足底的這個救星 給他給我按壓一下 好 T0 今天 要吃大了吧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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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煙 好,走 那個,金男骨不要跑掉 金男骨不要跑掉 金男骨不要跑掉,走 好,轉 不用充分 對,充分 好,來 第一次 選擇哈克深蹲 哈克深蹲的部分 主要是以前側為主 那今天的重點在於 前側會一些 訓練 然後在起司是後側 所以今天的編排上是 是 主要是骨制為主 然後其次是骨二 那一週會有兩次的訓練 那一次是針對 前側,一次是針對後側 那哈克深蹲最主要的方向在於 每個人的佔據其實不太一樣 那當然時機的點也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會依照自己的 一個身體的結構 還有我們的目標群去 針對我們的佔據 位置跟角度還有 理性向心的這個感受 每個人不一樣 所以重量上 我覺得是先抓在自己能夠完全 Follow在我們訓練的肌肉群上面 再去增加我們的強度 那慢慢的持續的 這樣子 能達到我們的健進式超負荷 我們要來看 我們需要的科技 beak 去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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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去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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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 去墨 鞋子 米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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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 二 一 四 四 一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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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還有 還有 上 上 稍微看 我交給你拿 要不要太高 厲害 夠強 好 好 好 有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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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再 cell easy push push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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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 走! - 抵然這個抵然 - 再來再來 - 夠! - 完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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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igantic的動力 - 完冒! - 完冒, 8x - 完冒! - 完美 - 完美 好 好 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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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Fuck Go Training It's not one up 我沒放 我沒放 Go 再一個 我摸我摸 Go Good job 提升多一點 對 Come on 提升多一點 對 Come on Go D D D 嗯 嗯 啊 -o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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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第一個 最後已經沒力了 感覺屁股已經跑到別的位置去了 OK 站起來 站起來 來 再來 站起來 再一個 拆 然後主速其實也都沒有非常高 那 為什麼還是會這麼累 甚至更累 的原因其實我會 比較發落在每一個動作 是否夠完整 其實那個完整性是接近能夠 盡可能的滿分 甚至120分 150分 然後把每一下的 機械張力做到最有效的次數 那 很多手奧其實 像我過去也有發生過這些問題 就是說可能主速很多 那其實你 最有經歷的時候 其實都在前面兩組 就已經耗光了 你還想要做第三組 第四組的時候 你又想要用第一組跟第二組的 動作模式去做的時候 相對困難度是非常高的 甚至 可能為了做次數 10下 但是這10下裡面其實包含著 可能有一半以上的垃圾次數 所以訓練完的感覺 就沒有像 現在這樣怎麼喘 甚至真的會想觸 因為一次性的心率 飛得太快 所以 相對就會一直很喘 所以 主間的休息時間的恢復 我覺得相對重要 這就是 我一直以來的訓練法則 那當然 相對的 只要你一定 用這樣的方式 可以持續的增加強度 甚至恢復的回來 我相信你的肌肉 一定會持續長 那當然相對的營養 一定夠 的前提事項 所以我相信 用這樣的方式 一定可以把肉 持續長大 只是需要時間的堆疊 像是做這種多足足 有時候六到七個動作 就是 就相當起來 這個刺激度的確實感 這個標準 對 然後我覺得應該回去 要補一下營養 當然 其實 我覺得你這樣的說法 其實跟你以往的訓練方式 會有點差別的同時 組數太多的時候 然後有時候 你的胃肌子變得好 然後你就會回來 那另外一件事情 你真的 是否有沒有確實在 訓練的肌肉圈上面 這也是一環 大部分的人 其實都是 多半都是為了做動作 為了做完整的特表 所謂完整特表 就是說 我今天編排了六個動作 但是我想要完成 總共十八組 甚至二十四組 只是為了完成這個次數 組數 而去做 但實際上 你做的大部分 都是垃圾次數 跟垃圾次數 那我們其實 跑到第二個動作 才第三組 感覺就快死了 那 其實像 你叫什麼名字 跟大家分享 中哲 中哲 中哲其實他是 那個 青少年的 健體的一種 算是 那其實 他也是第一次 這樣訓練 然後 他會發現其實 他其實前面已經做了 好幾組穴對不對 你前面自己應該 在第一個動作 已經做好幾組穴 那後面其實他自己都多補了三組 訓練組 表示 完整的訓練的強度 還沒有做到真正的極限 所以前面都浪費了太多精力 跟體力在熱身 所以他真正的訓練組 其實是我們後面做的重量 做完他發現真的是有完全接近力竭的感覺 那樣子才符合我們的訓練組 所以有大部分人其實都是為了做動作 為了做功課 而去做 但是實際上忽略了其實真正的極限 我們每一次的訓練都是要竭盡所能 因為我們想要進步 我們想要突破 我們想要打更多肌肉 想要甚至可以達到競技狀態 所以 真正的訓練裡 其實最主要就是在突破自己 那突破自己一下也好 或者說可能多了一點點的重量也好 其實都是一個 跟心裡面的一個 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挑戰 就是要挑戰心魔 我要比自己上個禮拜更好 我要比上個月更好 所以 就是要更多一點 就是要更多一點 沒有極限的更多 那這就是我們的訓練的一個 初衷挑戰 好不容易 吃進去的營養素不可以浪費 所以 不管怎麼樣 都要把他吞回去 那 讓他吸收一下 先讓叫我給他出來 還不是時候 先讓他吸收完再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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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裝備 借你 不要 我十年沒洗 所以我是吸收了十年的精華嗎 你等一下後車要長大 你還用吸的 十年沒洗的精華 什麼東西沒聞過對不對 再怎麼新的都沒聞過 不可以爆發 太多了 這裡就好 有這個寬爆發嗎 寬爆發 不行不行不行 腳亂了 真的亂了 一直寬爆發 壞習慣 你這做完了嗎 十年精華 有用到 這一次雞碗之後 他就遠陣了 然後另外一種人就像 這位帥哥一樣 被刺激之後 就努力奮發向上 所以 只會進步 不會退步 因為心態是對的 像我 有低潮了一段時間 可是後來 想通了 就告訴自己 努力的人 還是很努力 憑什麼 放棄了 都走這麼長的路了 放棄太可惜了 對 沒力 散開 溜 這裡 有 小麦粉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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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